開始 開始了開始了 現在要組裝 60公分的天線 然後 這個是60公分的 這個是85公分的 這個是120公分的 那我們現在要競排 組裝60公分的過程 這是60公分的衛星天線 那從盒子裡面拿出來是他的設備 器材的設備 那我們就先從 就是盤面的部分開始組裝 這個是 60公分的螺絲 螺絲包 螺絲包的配件 那這個部分是60公分的 60公分衛星天線的 羊腳 那我們現在做 羊腳的部分那個螺絲固定 然後 60公分的 天線主體 是偏焦的天線 原則上是跟 85公分的是組裝的是雷同的 不過我們等一下還是會組裝85公分的天線 然後這個是120公分的天線 是正焦天線 組裝的方式跟 60公分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是 60公分天線的組裝過程 現在組裝是 兩角的部分 那這個是 U型的螺絲 它是可以固定在 底座做使用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跟 檯面做連接了 檯面原則上是會有 四個孔 四個螺絲 跟羊腳的部分 做連接 每一個都可以做 連接 都可以做 嗎 要從 吃 等到我們四個螺絲都固定好之後 會鎖一個是衛星盤的 急波器的支撐架 支撐架上面有兩個螺絲 然後還有這個是保護蓋 保護蓋就是兩邊把它塞上去 上去之後我們就可以做跟盤面做連接了 好 給我 來吧 兩個螺絲鎖上去之後 我們會再把急波器的夾具跟急波器鎖起來 然後再鎖到旁邊上面去 這個黑色的是 衛星急波器的夾具 原則上他是屬於KUKU瓶做使用的 目前我們現在用夾KU瓶的急波器 黑右瓶的急波器把它用夾具鎖上去 那他會有兩對螺絲 兩對螺絲螺絲螺母把它固定上去 他抓好之後 然後就可以跟急波器 急波器可以當盤面做連接了 把它放上去之後 就用一個螺絲把它鎖上去 原則上盤面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組裝 衛星底座的部分 衛星底座原則上是有兩個部分的組合 那85公分的因為他的盤子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他的支架會比較多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60公分的實裝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60公分的實裝 螺絲的部分原則上是會有一支長的跟兩支短的 那短的部分是鎖在下面的兩側 長的部分鎖在 底座的頂端會有一個 高高長長的邊緣的部分把它鎖上去 那地上的這些是膨脹螺絲 是到時候固定的時候 用電鑽打完之後就用這個固定在牆面上 好現在是 底座完成了 所以我們把衛星盤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合起來的狀態 原則上這樣就是安裝完成的樣子 這個是 60公分衛星天線 偏膠 KU屏的 衛星天線 那組裝完成 有誰 這一個